已是影星保罗沃克生前的最后一部影片《速度与激情期》自本月12日在国内上映以来,票房成绩一路飙高,上映仅仅15天的时间便突破21大关。 对于速期,影迷除了被特效和剧情所吸引,也是抱着对保罗沃克的怀念,如此逆天的票房成绩似乎也情有可原。 但身为国内知名的导演之一,冯小刚却有不同的看法。 日前,冯小刚在浙江卫视《我看你游戏》的决赛录制现场,谈到最近最为火热的电影《速度与激情期》,声称早前与妻子徐帆子掏腰包去看了这部电影,但是却在离电影结束前十分钟便离场了,声称在电影中看不到人心。 黄小刚的此番言论瞬间引发速期影迷的强烈抵触,由粉丝吐槽称,最后十分钟才是一个电影最宝贵的东西,作为一个导演都不尊重电影的最后十分钟,又岂能拍出举时之作? 有网友则表示,最后的十分钟拍的就是人心,可惜你没看。 夜死日新闻中心,深海报道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